我,不是闲着无聊才想你,而是忘不了你才控制不住想你,想你成了一种习惯,也是一种幸福,遇见你是一种缘,爱上你是一种分,不能拥有你是一种遗憾,想念变成了自然,也是一种习惯,更是一种幸福。 在茫茫人海中遇见你,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缘分,爱上你,不是意外,而是心的吸引,想你,不是闲着无聊才想你,而是因为你有太多的好,才想你,想你慢慢就成了一种见不掉的习惯,转情。 就是这样,有些人明明有缘相爱,却因诸多因素不能相伴在一起,即使是深爱,在现实面前不得不忍通放手想方设法去忘记,有些人,看似无缘相爱,却因差阳错,促成了他们之子携手,成为一对恩恩爱爱夫妻。 有些人,明明生活里没有彼此的幻生笑语,他的身影却在脑海里穿梭不停,成为余生最牵惯,最思念的人。 思念一个人,是一种收不出的滋味,那种滋味也许是酸,也许是酸,也许是甜,也许,也许因有太多美好的回忆,才会让思念成为一种见不掉的习惯。 思念一个人,是一种痛苦的煎熬与折磨,相见,难相见,见不着,又太想念,由于太想念并心不在焉,干活无力,做事没劲,无精打采仿佛中了毒势的,因为太爱,想忘又忘不掉,相割舍又太难断,就这样纠结着,忍着,想着,念着,忙忙碌碌的白天还好一点, 尤其是寂静的深夜思念滚滚袭来的时候,连呼吸都是那么仓促,心里那种既痛苦又难受的滋味,真的是没法用语言和文字来描述,除了自己,没人知道自己是怎么扛过来的。 爱情,如一杯美酒,才会让人向往,恋恋不舍,爱情也像一杯毒酒,一旦中毒,就会爱到疯狂,思念到入骨,甚至还会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,时而好笑,时而忧愁,时而欣喜黄弱,时而泪流满面,这种思念的味道, 真的让人无懈可欲,遇见你,你就深深地映入了我的脑海里,喜欢上你,你就成了我戒不掉的习惯,只从你离开以后,你仿佛成了我内心深处,既看不见又摸不着,挥不走,赶不出的幽灵,今生,真的无法忘记你,余生,只能沉沦在你的世界, 因为太爱,太喜欢,即使不能在一起,想念也会成为一种习惯,想念一个人虽然没有对错,那是因为想念的东西太美,太诱人,才会让人恋恋不舍,无可救药事的沉醉在相思里不愿醒来,一份真爱,即使做不成夫妻,也会因为爱得太深,而无法忘记,即使不能陪伴所有相濡以沫,因为爱已入心, 才愿意默默的地住手,在你的世界某个角落里,静静的陪你,因为太想你,最后却成了一种戒不掉的习惯,但也是一种幸福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